听说班主任搞了一群吃龙的鸡 我去 还真的有龙 那这样这鸡肉一定很好吃吧 干嘛 干嘛 这也没什么稀奇的 这怎么有压力板 敢挑衅我 你完了 班主任竟然在家放了陷阱 这也太阴了 前面有我的电脑 现在中 我去 班主任这怎么回事 到底是谁教他学会了陷阱 咋现在的我是不是非常危险 前面刚好有辆车 开车去我的密室里 到了这次的密室就在这个悬崖峭壁下面 这是个火莲洞 不过里面是陷阱 下面这一层才是真的 两边有密室 中间也有隐藏门 不过只有右面的才是我真正的出口 趁他没来在这玩会游戏 可恶 我的鸡怎么就剩这几只了 回家去看一下 陷阱有没有遭到破坏 门还开着 完了 嗯哼 电脑怎么剩一个了 现今也遭到了破坏 肯定是小子趁我不在 把电脑偷走了 这不是趁人之危吗 有本事光明正大比一下 咦 我的车怎么在这里 我知道了 肯定是小子的密室 在这附近 这岩浆不对劲 难道密室在这后面 进来看一下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 听到班主任的声音了 我得赶紧走了 这里是我的密室 不过头上这个按钮千万不能按 因为按了就会被推到虚空下面去 现在把它重新给堵上 继续往前走 这里是不是看着很阴森 其实全部都是假的 这下面好像也有个岩浆 还好我有一瓶墨影珍珠 怎么有两个大垃圾桶 不对 这垃圾桶下面 好 这还有个隐藏门 看来是去射门后了 我好像看到了钻石 钻石 这应该是小子给我的医疗费 不是陷阱 这边还有两个 我就不信这 难道 这旁边的垃圾桶也可以下去 果然 差点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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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